歡迎大家收聽小莉飛到 我們今天很榮幸邀請到我們小莉媽寶的 駕車師傅Taylor來接受訪問 不單是駕車師傅,是棍波師傅來的 很確定教我們怎樣駕棍波 為什麼會請師傅上來接受訪問呢 很多人經常說西岸有什麼好 很發財,很繁榮 多些華人多些好東西吃 當大家在說為何去西岸避免東岸的說報 師傅就專程由西岸一家搬到東岸 我們挺有趣的請他上來一起分享一下 為何他偏偏走到東岸 Hillian我想問一下 你是一個完全土生土章的ABC 在西岸 是什麼原因 或者你什麼時候開始有這個想法 我想搬到西岸 我想搬到西岸 但又為什麼會 all the way 來到東岸 又會說去中部 可能都是天氣幾宜人的地方 先說一聲多謝 多謝Sam和Elly 請我來 說幾句話 我是ABC的 三文寺出生 住在奧克蘭 住了十年 之後就搬到San Leandro 即是一個城市 South of Oakland 在加州又上學 又去了大學 又做了個Master's 然後也在加利福尼亞 上學了十二年、十三年 但是那時候 有些朋友 他們搬到其他國家 其實搬到德國 之後又搬到奧地利 我覺得挺酷的 有機會去探索一些新的地方 雖然在加利福尼亞 有很多工作 我的朋友都在那裡 因為Maiwa 都在那裡 怎麼說 有些事不行 想嘗試一些新的東西 而且我太太 她是從香港來的 那時候 我們結婚之前 我會探望她 很多時候回到香港 我真的覺得 真是多方便 多方便 因為一搭地鐵 就樓下有東西吃了 那樣東西 是很快 是很 怎麼說 就是 efficient 回到三藩市 就覺得 唉 地鐵站 又這麼慢 又塞車 那樣東西 又這麼鬧鬧 又不方便 那搞到我 真的 啊 不如一人想想 找工作在別的地方 嘗試找工作在香港 嗯 就是 Vicky是從香港來的 那 或者她會喜歡 去 回家 跟朋友 近一點 跟微博 又近一點 嗯 但是 那個 夢 是 一個 pipe dream 就是 你沒想得出 你就會想 哇 很多 good things 但是你想多些 怎麼住 啊 到時 有子女 他們想要出生 今天要帶她去 international schools 啊 還有呢 香港呢 又不是正式 會 啊 做到死為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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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就是 有時候會上網 找工作 看看有什麼地方 然後 我之前說的工作 其實 我做到 都不太開心 我想要 一個優惠 我想要學多些新的東西 但是呢 那個 那個 工程是 就是做個 同樣的事情 過了 那我覺得 不如我真的 嘗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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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樣 在同時 有些家庭 我要 照顧 還有那個公司呢 剛剛準備 relocate 去第二個 那 那我就覺得 OK 現在是時候 我呢 可以 那公司 給一個 severance package 那 那 那 我現在 我的 那 我 也可以 那 那 我的 那 那 我 在 小 那 我 我 那 可以 去哪 你想 我 其實 你 找那些工 在 Portland 西亞特 Texas都有找過 and then又找一下 opportunities 在Switzerland 就是我的朋友 那時候 在德國 去了奧地利 又現在 去了Switzerland 又找一下 不如在香港 做MTR 可以嗎 因為我是喜歡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其實有個公司 那些 recruiter head hunter 他就問我 Hey 我在Boston Texas準備建造新火車 你也懂得說中文 我們現在是有 Chinese contractors 準備建造火車 所以 似乎你的 考慮不錯 你有興趣嗎 有 有 這樣 但是那個 Company 他們剛剛開設在Boston 所以他們的 infrastructure 都沒有設置 所以 Recruiter 繼續說 有興趣 但是他們沒有時間 和你做個 phone interview 那我就 偷偷拉拉拉 搞到我 哇 我為什麼這麼 interested 去Boston 呢 看就沒有 別的公司 去Boston 那 突然找到 哇 Rathion 有整個 whole footprint 在Boston Metral Area 我之前都 Work過在 Defense Industry 那我就 不如試一下 Apply一下 反正 no harm apply and then 有 phone interview 有walk-in interview 有 on-site interview 我 現在開始 reality 了 那 at the same time 我那時 在UC Davis 我的undergrad 我 有個好朋友 他和我住在宿舍 一起住在家 因為我四五年了 他跟他的太太 搬了過來這邊 那位朋友叫 Danny 他那時 轉去Oakland 他的太太轉去Kenneticut 那他們一齊就 relocate 了到Boston Metral 那我就問他 Hey Danny 我現在呢 打算 take 一個offer 在Boston area 你覺得好嗎 Yeah 幾好 其實 我 因為我住了10年了 雖然那些winter 或者冷些 但是呢 那個season就好 那個health system 也好 the schools 也好 crime 真的比Oakland 好多 嗯 是 就是我真的沒有 any regrets 這樣 我就說 OK you know good to know so at the same time 我呢 其實有些offers 去回Southern California 有一些offers 去個Bare 其實我的offers 是多一點錢的 但是想想 OK 我可以take 那些other job opportunity 但是呢 我現在呢 是有 那個timing to move 整個家庭 去 a new place 去試一下一些新的東西 還有我呢 不是為錢 而是為 opportunity 去explore 一些新的東西 那我就是 其實呢 和Vicky都說過 OK 我準備 我們搬了 我們搬了 就是慢慢跟你說一下 看看他會不會突然間 就是 蛤? 真的嗎? 真的嗎? 你講話還是說真的嗎? 真的啊 真的 那每次他都很 啊 啊 他都撐著我的decision 嗯 挺好 那我就 OK 這樣啊 這樣啊 因為呢 我是那時候 剛剛 秋天的時候 start working 呢 我不想要 那兩個兒子 又要 change schools 啊 又要 報學校 啊 在這邊啦 所以呢 我就決定 我自己 開車過來先 那時候我太太和子女呢 留在灣區 在加州灣區 到了冬天那時候 冬天節 那時候呢 就找最後一步過來 Boston 嗯 哇 就是你那時候是 直接在加州 開車過來的? 是啊 你不是找那些 就是運那些車 因為我那時候呢 我就是 找那些公司 是運那輛車 之後我的人呢 就是搭飛機的 嗯嗯 Ravion 呢 其實呢 他的relocation package 真的好 他給了我很多錢的 那 你懂 像這個 駕駛 師傅啦 我也是有幾個玩具 在車房的 那他呢 他就 allocate 了兩個車 去 搬過美國啦 那我其實都很想 開車 across the country 之前 Danny 他搬過來 他也 然後 親 親到我 和幾個朋友 駕駛 那我呢 其實想要自己 試一下做 這樣 搬了兩部車 還有 還有 其他車 在加利福尼亞 都要搬的 但是呢 其實我已經計劃了 就是 每天呢 我都在哪裏 我都在駕駛 我都在 找哪裏吃東西 就是計劃了 嗯 需要駕駛一個星期嗎 我駕駛了 每天呢 我駕駛了 都有 七八八米的 那第一晚呢 我是在 我呢 我住在 納瓦達 嗯 嗯 就是 西方納瓦達 是直接沒有人的 就是 是 非常 抗議的 地區 你想找到一個 是啊 因為其實我都有幾個月 是在 納瓦達的 Reno 上班 我是覺得它是 周邊好像沒有人 整件事很激烈 所以是上班下班 吃東西我都是在酒店的 其實 噢 OK 其實Reno都OK 現在Reno和Vegas 其實都很多亞洲人 噢 很多香港的 但是我真的 我真的 我覺得這個旅程 這個 cross country 旅程 是 幫我 怎麼說呢 cleanse 心 我想在 我的想法是 moving forward 我不想要 啊 hold on to 我們的舊家 我失去所有的朋友 哎呀 我做一年兩年 然後搬回到 California 那個 想法是 下一個 chapter 我現在是寫出來的 我呢 準備搬去Boston 子女準備 有一個Good 校區 還有呢 我們準備試試一些新的東西 我是想要 離開加州 因為呢 Tidal crime overpopulated 還有呢 我覺得呢 怎麼說呢 我不會說中文 There's more You know You know United States is not just California So I want to 我想要 explore 個 rest 的國家 Right 但是你 因為你有 個 job offer 你來個Boston 但是你之前 有沒有說 你來個東岸玩過 看過 還是你真的 沒有個 就是聽 然後你就直接 心口 心口有個勇 有個勇 勇 來過幾次 很久以前 870 就是東岸玩過 去了紐約 就是for vacation 那時我妹妹 她都是在這邊 做過 master's 我探望一次 那時是什麼呢 Thanksgiving 探望 又冷 又不認識 我們又坐了 逢華巴士 去了紐約 哇 真是一個adventure 那 那 Also Danny 她們 那時 有 一個 婚禮派對 我們又 過來這邊 探望她 那就是 全部都是for vacation 沒有什麼正式來 住一個星期 兩個星期 三個星期 對 去處理一下 去處理一下 但是 我知道 都是一個 大城市的環境 我知道 夏天 是會熱 那 我也覺得 夏天 好像有香港的感覺 很熱 有濕度 好像香港那樣 有些記憶 紐約是挺有香港的感覺 就是東西都 嘖嘖嘖嘖嘖 很快 還有去到China town 你會覺得 嘖好像回去了中國 回去了香港 我們去過 我們去看 Bicky 其實 我和我太太 去了紐約 一次兩次 三次 每次都是 挺開心的 就是 覺得 好些東西 Boston 沒有 紐約有 那他們就會在 Flashing 買好菜 之後呢 去到China town 買了一些菜 那兒子在後面 就是 媽媽在哪裡 啊 還來買一份菜 你看到 她突然說 我買了一些臘腸包 我買了一些蛋撻 真的好吃 你等一等我再買多一些 煲煲奶茶 喂大哥 我要開車回家 都要開四個小時的 等等等等 就是 買了外賣 就是在車一路 開回家一路吃 就是 喂大哥 我們不是 不會回來而已 你不用買了整個藏油貨 回來而已 哈哈哈哈 好笑 那我想問 你也知道 Boston 雖然說有夏天 但是她的冬天是比夏天更長的 就是可能夏天 可能只有一個星期或者幾天 是可以去到 Faranty的九十度 或者一百多度 但是我覺得她的熱 是跟加州不同的 因為加州呢 你是覺得 哇 真的很辛苦 那隻熱 好像是 焗到 你快要死了 但是 你有沒有這樣的感覺呢 還是你 根本 其實那個天氣 你又不是太關心呢 我沒有所謂 嗯 但是 很多的朋友在加州 真的有問 明天就下雪了 是嗎 對呀 所以我們 就是不會搬去那邊 我們就是在加州 沒有所謂 是 冷一點 但是穿上衣服 那樣 但是 有一件事 我也是 很感受 是四季 在加州沒有四季 或者兩季 是嗎 我們有這個 term 就是 初初來到 我的同事說 Taylor Have you started appreciat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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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ll colors 什麼叫 fall colors 哦 那些樹葉啊 有紫色 有紅色 是呀 很漂亮 紅色 對呀 對呀 你們本地 East Coast 就有一個 appreciation 但我初初來到 我真的 你會說什麼呀 你現在 你現在想要我做一個 Nature Forester reporter 但是就是 那時候是17年 18年的時候 我們 就是 駕駛車 去巴士尼 有這條路的 有些樹 那些樹枝 吊著 在路面 好像一個隧道一樣 那些樹葉 就變成紅色 又黃色 又紫色 哇 這些是那些 fall colors 我突然間開始 appreciate 那些顏色 appreciate 那些 change in the seasons 咯 冬天的時候 你 哇 是下雪 對我無所謂 很多人都覺得 哎呀 要剷雪 但是我覺得 沒有所謂的 是運動 剷雪 還有現在 這麼flexible 那些 working environment 你如果下雪 你去家 work from home 嗯 但是我覺得 這裡 那些 natural resources 是 還很 evident 你回到加州 嗯 那個 state 是很 你可以覺得 那些 natural resources 直接 被人 索了 因為太多人了 你 你 南加州 其實是一個沙漠 這樣呢 他就 做了那些 piping of the water from the Sierra Nevada 去南加州 現在Sierra Nevada 很多地方都是 都安排的 所以 我真的覺得 我經常都有 覺得 California using up 它的 natural resources 不如搬去 其他地方 where 沒有 那么 dense populations 我想問一下你那個Costco的故事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你真的很搞笑 Costco的故事 嗯 你之前也問過 是啊 你知道Costco 很多香港人都很喜歡去Costco 因為很多東西 香港沒有 你就會買拿回去 譬如 花生 維他命 那些東西 但在同時 在California 你看到很多 很多人 from Mainland China 發達了 很多 我們買的東西 是Made in China 有個 生意在 China 發達了 那些人 他們就 拿點錢 來了加州 買了屋 很多 大陸人 搬去 加州 在同時 他又發現了 Costco 你也開始知道 他們 有錢 有錢 我大了 我大了 在第一次 我真的 沒所謂 你很聰明 你很聰明 你找到那個 Niche 但有一點 我受不了 他們很 沒有禮貌 我不想說粗魯 但他們 沒有禮貌 搞到 人家 令人覺得 哇 你 I don't care 你是ABC 你 你都是有 Asian 你都是Asian 這樣做到 那些 Bad Behaviour 代表了 我們全部Asian people 這樣 Before 我開始 搬過來 Boston 我其實 和我的家 去了Costco 買了一次 Supplies 那一次 我真的覺得 哇 真的 很多 新移民 他們全部都是 沒有禮貌 只有你自己 你知道Costco 有時候很強迫 他們 你會拍 購物卡在旁邊 他們就 拍到中間的位置 有相片 突然間 拿去 餵了 阿弟弟 阿妹妹 阿姐姐 阿哥哥 那我真的覺得 我真的受不了 你真是 不理會別人 我可以理會自己 我真的 我看夠了 還有我真的覺得 嗯 真的是時候 離開這個環境 那我想 那些 那個factor 加上 我剛才說的那些 是 令我最後 安保了 我的決定 來搬回東岸 那你剛才有提過 就是你 種種原因 令到你從西岸 搬回東岸 那整個搬的過程 你覺得 最大的挑戰 就是最大的挑戰 就是你首先 你說你要 可能想你小朋友 他們過來要 去不同的學校 可能要重新認識那些朋友 然後 就是 東西岸 最特別 就是那個天氣的差別 那你當時起碼沒有了 like language 的問題 但是你可能說 那個天氣啊 或者你現在整個屋 這樣搬過來啊 你又說你有計劃 用 就是 road trip 這樣的形式 那你整件事是 你自己覺得 最大的挑戰會是甚麼 我想 我主要說 我想就是 那個mindset 就是 我先看 是 6月尾的時候 我 我飛過來的 做個interview 那時候是夏天 所以那個 那個 冬天的感覺 一點都沒有 都沒有感覺到的 就是 nice 這樣 之後呢 回到卡利福尼亞 就給了offer 就開始想想了 我想就是 那個adjustment 我真的準備搬去東岸了 我以後呢 怎麼很快 現在的家怎樣 啊 啊 在東岸哪裡住啊 我真的知道 就是我的office 那時候的office 是在marlboro的 OK 這樣 不如 我不會住酒店吧 那公司呢 它有個relocation package 挺幫得到的 它就會 讓你住在酒店 住 60天 但對我來說 我不會想住兩月的酒店 我不管 如果有一個 就是 housekeeping 幫你 收拾沙發 收拾床 其實想要 住在一個 natural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所以呢 那些人可以教你 那些 inside tips 那些 tricks 那些東西 所以我就想 OK 不如住在airbnb 幸好 我找到一個 superhost 在framingham 他幫了我很多 逢星期 他煮東西給我 那時候 我仍然在找地方住 所以 下班之後 我會去不同的地方 看看 這裡好不可以住 我會去學校 問問人 你現在的registration process如何 所以七點八點才回家 那時候我都太累了 那個host 就說 Taylor 我煮了一些東西給你吃 我真的很開心 真的thank you 還有什麼 最挑戰 哎呀 太太那時候 她突然間 生了石 在Gobladen 真是bad timing 那晚我跟Danny 出去了Boston 去學校 突然間我收到幾個 messages from 我的表妹 她說 Taylor 不要緊張 你一這樣 不要緊張 我便說 什麼事啊 我現在看著Carly 和Mason Vicky 她OK 她在ER 我真的 瘋了什麼事 她說 Vicky 她刪了 Stones 我兒子坐在Emergency room 她倆拿著 Carnival 那些金魚 因為剛剛 那天 Vicky 帶了她去 Library Summer Reading Carnival 她就贏了金魚 她在兩個廠 拿著金魚 我真的很可憐 我那天晚上已經是半夜了 我便說 Danny 你要帶我去飛機場 我明天要回到California 所以 我那時又沒有PTO 又要跟老闆說 我去California 對不起 我真的要回到California 因為我太太現在有Emergency 所以那時 又要 Take care of Vicky 又要帶兒子女上學 那時我沒有理會那些東西 但是 好像說 那個公司是很Flexible 她又會給你兩個Trips 回到California 去照顧家庭、家庭 什麼什麼 然後又 給你一個spending 所以你慢慢習慣 我想那些Tangible的東西 我不太害怕 因為那時我真的想好了 我想最難 最大的挑戰是 那個Mindset 因為我一輩子住在California 現在 買不買家 我是不是真的 做了一個Big Mistake 有幾時 很多時候Vicky睡著了 我還想過聽 在想 我現在是不是 我準備準備 一個Big Change 這個Change 我希望不會 Make a Big Mistake 因為如果是 很難回去 很難 Change 然後按Reset 那怎麼說 很多晚上 I just sat there on the sofa wondering if this is even going to work 但是 幸好現在有三年之後 都挺好 我看你們都很適應 小朋友有沒有覺得很興奮 他們這麼興奮 他們有沒有 沒有很關心 oh I'm going to meet new friends and all those stuff 但是他們會不會說 oh yeah I'm going to go to Boston you know play with the snow oh 或者是怎樣 所以說回去 可惜我說 有別的職業 其實會給我 更多的職業 但是我覺得 如果我現在不 take this opportunity 去搬去東岸 我想我以後都不會有這個機會 因為子女那時候都是 30級和 kindergarten 我覺得那時候都是 young enough 所以他們可以 很快 認識到朋友 對 他們的新環境 容易習慣 嗯 但是一般出來 他們就會很喜歡 給我們 哎呀我們呢 為何這裡沒有什麼餐廳 哎呀我很欣賞 誰是誰啊 但是 你會回答 啊這裡有些新的東西啊 啊這裡有這個 有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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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壽司 那你現在問回她 Karley 你會不會錯過什麼 啊OK啦 但是我們又喜歡這裡 所以你可以看到她 就是 已經 rooted into New England environment 那你之前說到 就是挑戰 就是可能說一下 就是 你覺得那些人會不會 friendly 些呢 就是在東岸的人 friendly 些啊 還是西岸的人 會friendly 些呢 這個 generalization 其實很難不解釋 嗯 但是如果你想要 從一個 you know you know from 一個far away perspective 來說法 你可以說 東岸的人呢 嗯 嗯 就是 more more direct 就是她呢 說的東西呢 她們是get to the point 的 whereas 你回到卡利寒 有些什麼喜歡 hey how you doing oh nice day today 那些 哦 即是好好fake 那些啦 Karen 我不會說 Karen 我不會說Karen Karen 就是 just get to the point and then 你可以見到 就是我朋友 Danny 她的太太 是 from originally Kennaticaat 是啊 是啊 她都說 yeah 我們在東岸 我們 get to the point 如果想說些東西 我會說出來的 我們很direct的 是 wow you could errr 說出來啦 這樣 但是 說真的 你現在有好朋友 她就會跟你 對你 professionally as well as 對你 as if a nice person 我公司 你見到 有些人 是正式 有那些 New England accent 有那些 Boston accent 跟她說 是 little bit 怎么說 rough around the edges 但是她 我都可以說 我是 rough around the edges 如果我是 跟我的朋友 聊天 我或者會 說粗口 我或者 有很多 slang 那你會 我是不是 會 很rude 還是什麼 我想 是 different culture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各 國家 是 因為 其實我覺得 我自己在加州住過八個月 但是 我是 不適應 就是可能 那些人 我會覺得 哇 為什麼那些人這樣呢 就是 我就 整件事 我熬了八個月之後 我就 頂不上就搬回Boston oh wow 是 就是可能 是一個 working environment 可能我接觸 那些人 是比較 不可以說 他們 not educated 但是可能 他們做的工作 可能是 supermarket 就是他們 是比較 可能送貨 那些 那我就覺得 可能是 working environment 不同 ok 因為我自己呢 初初來的時候呢 我是住在 Bellfield 就是在 西雅圖那邊 住Bellfield 那我在那裡讀書呢 可能那時候 有新來 或者小時候呢 那我覺得 所有人是很friendly的 就是 那個counselor 他特意找呢 因爲我一齊 插班進去的 那他就特意找回 我們全校 另外兩個人 認識Cantonese 那他就找那個女生呢 就 就是帶我去 行一行的學校啊 就是我們 peer up啊 接著就 就認識了很多朋友 大家都很friendly 好成 那我其實是 挺喜歡的 因爲Bellfield 其實都好計劃 是一個 挺新的city 就是在Microsoft那邊 那我覺得ok啦 然後呢 幾個月之後 就無緣無故又 被通知 要來Boston 那我那一刻是 我剛剛才 就是adapt到 覺得ok 我可以在這裡 然後突然 砰一聲 就來Boston 那我初初來Boston的感覺是 那個反差 我覺得挺大的 因爲Boston compared with Bellfield 是很舊的 Boston 那我就是全部東西 oh my goodness like 有一個新的 We are full of history 是 但是你初初來 因爲 其實那一刻是 很不願意 就是本身 已經來了 接著adapt了 幾個月 接著又 來又 完全又重新開始 那樣子 那還有 剛才來到的時候 去那個區呢 就 它比較 diverse 然後 因爲 剛才來到Boston 成績是high school 那就可能大家在middle school 已經 認識了朋友上來 這樣就 所以要多一點時間 去融合 找朋友 等等 然後我覺得 那些老師相對 是沒有西岸那些 那麼friendly 我不知道 純粹是因爲 可能 我那時候 Belfield的區 比較好一些 又或者 middle school 它疼你多一些 還是怎樣的 但是我自己 最初的感受 我是覺得 西岸是好一點的 嗯 但是之後去 Sandfranath 加州去旅行 我也覺得 即甚至西岸 但是加州 和 華盛頓那些人 已經是兩回事 噢 其實 加州 就是 灣區 specifically 譬如你住在奧克蘭 你的 你怎麼說 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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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外表 跟沙萬市 那些人也有不同的 還有 跟 Silicon Valley 不要說 San Jose 那些人 的 apparency 也有一點 不同的 然後 你再去 East 一些 譬如 Central Valley 那些人的 外表 也有不同的 我也有些朋友 是穿三輪士的 他們穿了 Giants 三輪士 Giants 那個 範球 組 的 那些 衣服 會穿了 North Face 那些衣服不同的 但是在奧克蘭 有不同的風格 就是 就是 有 almost 一個 subgroup subgenre of styles between 沙萬市 or Oakland or San Jose 就是 你在那些 西昂基台 他們會說 106 KML San Francisco Oakland San Jose 它直接 開始 separate 去到 three regions 是啊 因為加州太大了 哈哈 Sam 你剛才說 你搬到波斯坦 東西很舊 Elly 你說 是有很多歷史 是 真的有很多歷史 說真的 我現在還是很 負責 我還沒有機會 去探索 那些歷史 我想我兒女 認識多些 波斯坦的歷史 比我 現在 他應該多 很多 Field Trip 你要跟他 對他們 Field Trip 是啊 我們剛才要介紹 Taylor 去這個 Freedom Trial 我只去了 波斯坦 那一部分 看到了 那幾級 那些 Brikes 就是 start 的 Freedom Trial OK COME ON 好 好 我想 有一件事 我其實是 很 miss 但現在 那 感覺 wain 了一點 是 proximity 去 Chinese Food 那時 真是 我們住的 City 是 San Leandro 我會說 Oakland 因為人家是 熟悉人 那整天 譬如你想去 去喝 波波奶茶 Boom 兩分鐘就到了 你想買點心 Boom 你走到街道 但是我們不是 轉一個 Noisy street 而是 一個 residential area 但是 附近 有一個strip mall 還有很多 Asian Supermarket 那時 我太太去買菜 其實不用開車去 是 四分一米 但是你要 撐住這麼多菜 那你不會拖著一輩子 大媽車仔 噢 那是名字 車都不會 都不會 Warm up 我就是 喂 你的車 不會 Warm up 你 哎呀 你想 想 秤這麼多東西 回來 真是這麼方便 來到這裡 Yes 我們是 轉越 浮系 遠一點 還有 Whole foods 是 Main store 還有 有 Market Basque 是 好一點 但是 我們 in the end 我們都 seem to gravitate 我們回到唐人佛 不然 不如去賣 Quinsey 或者 如果想再試一些新的東西 去Wallster那邊 咯 嗯 我們現在就開始習慣了 無論如何都要 拿三四十分鐘才可以 找到點心 買菜心 那些東西 因為我看你很喜歡吃點心 還有很喜歡吃腸粉 哈哈哈哈 剛剛才剛才 我記得之前跟Vicky 也有說過 剛才來到 有一天不習慣 就是 這裡的亞 Asian taste的餐廳 是沒有那麼多種類 或者可能沒有那麼 正確的 可能有 但是說的是 不會 可能 你去那個 China Chow 可能一條街有幾間已經很OK 但是 在波士頓 可能China Chow 也有幾間好家 但是如果你不真的住在 波士頓中心 Sea Port 那些地方 就好像我們三個住在不同的地方 那在你自己這個地方的 Main Street 你未必都已經找到 你想吃的所有東西在這裡 會不會 就是你覺得是 有沒有很大的分別 就是我們呢 就經常覺得 啊 最近一點去到紐約才吃到一些 Authentic 的 可能香港的食物 或者一些 我完全不介意駕車去紐約的 所以 你會不會有這些東西 嘩 很想念西岸那種的 茶餐廳的味道 對 因為他們西岸是有一些茶餐廳 有一間是叫大家樂的 在近住 是否整個 Samuel Peters那邊呢 有幾間的 Vicky就在那裡 她就是做 她做 是否在計劃 那些類似的 那很多時候 譬如星期 星期五 就應該做到累了 接了子女 Pamari爸爸 這樣呢 Vicky她仍然在大家樂 在那裡 在那裡 但是呢 你呢 你怎麼都不會 五、六點 五點、六點 上飛圍回家 你就會 塞成兩個小時的 那我就 不如有兒女在車上 我可以用一個 H-O-V 那我就可以去大家樂 去吃飯 那真是不錯 你可以 晚上吃這個 焗豬扒飯 然後再加一個奶茶 然後再加一個奶茶 之後你去旁邊 因為我 拿幾個 串 就是 多幾個 咖哩魚蛋 或者那些 Pup corn chicken 在那裡真的沒有 有 不方便 不集中 就是要到處去 但是 很多時候我們 晚上又看電視 10點鐘 那我就 3 2 1 那我就看到Vicky 就看著我 嗯 現在有個咖哩魚蛋 真是好 哈哈哈哈 她也有提過 可能在那邊 她沒有需要經常煮飯 可能剩餘也好 自己的蛋 就是很方便 她說 來到一點後 就是 不說現在COVID 但她總共是 她需要煮的 是多過之前很多 哦 是的 我明白 你去香港 很多時候我問她 喂 你會不會拿個飯盒回公司 你開玩笑 如果拿個飯盒回公司 就像瘋狂 你做了整天 去拿車仔麵 我真的不知道你怎樣 拿一個Tupperware回公司 是這樣的做法 星期五才出去 或者跟co-worker 出去拿東西吃 我一二三已經 十二點的時候 喂 喂 下去樓下準備 撕你了撕你了 是啊 很可笑 幸好她來到這裡 她也有興趣煮食 迫於無奈 這是什麼要逼於老妹 因為沒有選擇 沒有選擇 她就要逼於無奈 要住 我想不是太極端了 我想她有多些位置 有多些機會 不要說她是強勁 因為那時候在加利福尼 都有這些餐廳 雖然不是你只能坐MTR 但是如果你想去 我可以載你去 很多都開到一兩點半 但是你不會像旺角 有那些 又拿著 炸豬腸 那些東西 但是她 學校做叉燒 又做燒肉 又升州炒米 加上covid 哇 好像又做了整堆東西 我想 幸好她喜歡做 而且洗碗 因為不太大一點 總之如果 回應是正確的 她會覺得 嗯 再做多些東西 那是好 那是 你先說 說開吃 你知道我就是太愛吃了 那小朋友會不會 很想念某些食物呢 或者她在這裡找到 她們以前喜歡的 replacement 嗯 California 是 嗯 很 很 into 就是 California cuisine 就是 就是那些 superfood 啊 quinoa kale 那些 sallad healthy 那些東西 那我們呢 那時候呢 有一個restaurant 這個salad buffet 就是salad 吃早餐 是叫做sweet tomatoes 那樣呢 就是我媽媽的爸爸 她住在California 這麼多年了 她都開始習慣吃生菜 生了生菜的 你問一個 一個本地的香港人 你吃不吃生菜 說笑我白兔 你知道 就是 因為初初你見到她吃 吃 但是呢 吃吃下都 哇 挺新鮮 挺fresh的 這樣 還有我想呢 這個 Chinese mentality 就是 我們呢 這麼年紀了 要開始吃健康一點 不要吃這麼多肉 所以我們呢 經常都會去sweet tomatoes 那 那個女兒呢 她突然間 好 她發現了 Peace Peace 青豆 是嗎 就是 很小粒的 Peace 是呀 青豆 青豆 她就自助餐 她就直接舀整碟 青豆 因為我舀來吃 哇 希望你不會吃到 整個皮膚 絕有這麼綠色 因為我搬到這裡 很多時候 女兒都會 啊 很掛念sweet tomatoes 如果吃青豆 真的好 那兒子就 啊 掛念in and out burger 嗯 因為 in and out 又好吃 又快 又方便 又近 又便宜 啊 那 就是 after so many years 你都不會 每天都會想那些東西 你呢 會 有些東西在Botson 會 啊 eventually 嗯 代替啦 對 代替 那就是 我們這裡 在 我們這個房子 有一個叫做Muya Burger 初菜 嗯 是的 他們煮得挺好吃 是不同的方法 但是 那些 那個Pattie 是脆一點 還有 他們有一個選擇 做過Litus Burger 那樣 所以 現在 這些東西 他們習慣了 他們也喜歡 嗯 到最後啦 你是我們棍波車的師傅嘛 我想問一下 這裡開車 你覺得 這裡開車好一點 還是加州開車好一點 就是 你會不會有覺得 哇 為什麼那些人 就是那些人 為什麼這樣開車 那些人在巴士 會不會開車的 我們通常都說 怎樣啊 前面那些車 會不會開車的 這樣 特別看到 不是馬西加州的牌子 那些 就走開一點 就知道一定 嘿 我想 比方說 我覺得 人們在加州 開快很多 嗯 不如 比方說 南部和西加州 我住在西加州 都有一段時間的 如果一旦沒有汽車 你便會走80米 你怎麼也不會 你真的會強行 擺盡 那個空間的空間 同樣 在加州 你如果沒有汽車 你會開很快 但是 來到巴士頓 你在那些快速車 你一定會有那個人 駕駛55米 為什麼呢 就是 你安全第一 但是 你不如去最右那一條 在加州 那些人都會有一個 用一個色套燈的 這裡呢 他們不流行用色套燈的 而且 或者他用了之後 它是 一下子就剪載了 或者是剪載了 就是可能 它的色套燈是 打右燈的 但是它是剪載左邊 這些是 是很常見的 哈哈 而且 就是 我 最初我呢 就是 我回家的時候 我就會跟我的 一些 工作人員 一些老闆說 那些司機這麼慢 他們真的不懂 做這件事 不懂做那件事 那我就說 Taylor I think you've discovered the term that we call Masshole Sorry 那吐口 但是 Masshole 我就是 哦 原來是這樣的 但是對我來說 就是 駕車 我是有很多興趣的 你可以 如果是塞車 我也是會有興趣的 provided 不是塞車 就是 你叫我駕駛去哪裏 anytime anywhere anyplace 我是無所謂的 所以呢 有時候我有些朋友 他說 我怎麽都不會進去 Chinatown 我真是 我不 我不 不夠膽 brave 那些 traffic 我就說 OK 而已 你這樣 是 你這樣 你這樣 keep your eyes open 你 drive defensively 還有有些 confidence confidence 那你就可以 keep up with traffic 這樣 還有 說真的 其實 有些人 真的不懂得開車 他真的不懂 有些人 都不懂 當時 大哥 我是有個 right of way 你現在 你現在 cut in front of me 幹什麼 但是 大家 沒有人是完美的 我都不是完美的 有時候 我有些 road rage 通常都是因為那些人 是不懂得開車 就好像我們之前說過 明明是我們綠燈 就是你 對面線的人要等我們 就是走 走完才可以轉 但是我們前面 就是我會試過前面那輛車 是故意停在路中間 讓對面那輛車 轉彎 我心想怎樣啊 有時候我會推他 大哥 我整輛車在後面等著 他就舉高手指 我心想 喂 現在你是不是 重新RMV手錄嗎? 手錄說他應該先讓我們 還是另一方 所以 oh well you know 那是生命了 測試一下你的患者 嗯哼 今天我很多謝Taylor 來做我們嘉賓 我們說了這麼多 加州的東西 你有什麼想補充 有些東西你錯過了 你又想說回呢? 呃 其實 呃 not really 就是 you know yeah 我居住在波斯頓 但是呢 我呢 我們仍然認為加利福尼亞 是家庭 嗯 有很多的朋友 他們呢 挑戰我 我想你呢 兩年之後你會回來 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我呢 都要 買了屋了 三年之後呢 都仍然在那裡 Going Strong 啊 或者有一天呢 我呢 或者會搬回到California 但是 但是在這段時間 我覺得呢 我們呢 是 挺建立的在這裏 而且呢 都挺開心 挺滿意的 最重要是開心 對 挺開心的 而且呢 我是很 都很期待 到 邀請我的朋友 和我的家族來 探望我們 讓他們呢 探望一下 享受一下 其他部分的美國 嗯 都是的 好啊 今天多謝了Taylor 如果你們有任何意見 就可以在我們Instagram 或者Facebook page 或者我的YouTube channel 留言 還記得要按旁邊的鐘仔 那就不會錯過 我們最新上架的影片的了 我們下一集再見啦 拜拜 拜拜 拜拜